台股今天持續下錯 外界大多認為 因為選舉帶來的影響 應該反應兩天就差不多了 真的是這樣嗎 那麼接下來看盤要注意什麼呢 我們現台新投顧的 黃文清協理告訴大家 協力台股昨天跌了69點 那麼今天又跌了非常多點 看起來9000點 大觀岌岌可危了 你怎麼看這樣的盤勢呢 對 我想基本上來看的話 第一個 今天相對比較弱勢的原因 是因為外資邊轉為賣草 尤其是在棋子的部位 已經轉為空單 那當然它有一個 比較重要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第一個早盤 美股其實是下跌 而這裡面的話 像跟台灣連結度 最高的這個蘋果 蘋果的股價在早盤 是一度大跌的6.4% 它收盤雖然小跌3.3% 可是看起來短線的走勢 確實是相對比較弱勢 這也導致於說 台股在這個相關的 這種供應鏈 蘋果供應鏈的個股裡面 今天表現其實像 確實相對弱勢的 第二個的話 就是國內的這個政治的部分 新內閣 現在看起來 人選都還沒有定 所以在政治上面 在政治方 政策方向上面 其實有一些不確定的因素 這個也導致於說 市場這個大盤這邊 看起來 尤其是全子股這邊 看起來的表現 確實是比較弱 不過特別留意的是 OTC的表現是非常強勢 因為今天 今天是相對抗疊 而且是收紅的 一些中小型的個股 在一些內支 回流的個情況之下 確實表現得比大盤 比全子股來得好 因此 個人的建議就是說 從中小型股這邊來琢磨 可能是會比較好的方式